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永爱哭 如永爱哭 我问大会的师姐 爱就在看大爱的连续剧 偶尔就会陪她看一下 有一天看到一个大爱的连续剧 叫《无尽的爱》 就是我们庞阿姨主导的一出 看着感觉 这好像是演我们家的故事的感觉 就是以免了 开始慢慢能接触慈悸 我们做的要让地球 减少垃圾 让它多少分 然后就抵大包 常常都要这样拦截下来 我2008年受证到现在 做过的事情算蛮多的 感动的也蛮多的 但是让我值得一提 就是说本来对这花花草草草的很厉害 在环保长看着 草草草草比人还高 看着心很痛很不甘 每天只要有空就去经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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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希望说 让我们环保站 除了环保之外 变得非常有道气 非常有人文 我压下去 这个缝 把他拉起来 开施 让我挫折最深的就是 我同时去做法官 要去做回復的工作 因为种种的组来 我去一个四十年 都不去到环保站一刻 其实在听上连的开施当中 无形当中 你会得到很多妙法 你会得到很多答案 你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一句情书意就是说 我们对别人无心之够 要学习原谅 不要以友谊的心 留住烦恼 我们不要去想想这个就好